我經常都說 你一步進去 就是考試松橋 或者松橋 衛生之後 你的動作在這個位置裡 你進去的時間 你可以訪問 一槍刀 或者是指握 你自己選擇 你進去的位置 停在這 上面都一樣 它知道自己的距離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你進攻的時間 你的信心 壓力 掌握手 那個迫力出來就是你自己的信心 你沒有信心 迫力就沒有 你跟我打拼頭都知道 我迫力給那個時候有壓力 那時候說你自己在這裏 首先你自己都練習的時候 我又可以打一步 拆開你的把劍 還有 給到敵對手 然後再穩定了自己 才去做一齊的衝擊 如果說你不行 你就走近一點 然後再穩定一點 發動工程 快一點 去打一個大鳴 但這個距離感 永多人沒得騙 但你的手指是重點 穩定中用程度 只能打一遍 越來越來越多 越來越速度 越來越快 你不要幫人打到這個 等級 作用時代和經濟術 OK 現在三次 大鳴 不要再穩定 打出去 這隻手指是重點 高的 那你高一巴掌 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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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壞 很壞 通常你們全部都是爬上來 家晞或我家後都是 你們的手也不能 所以你們手也不能 把腰 那是你不停 所以你不停 剛才我只差幾個 但你不停 所以你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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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一個 大招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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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會打到一個很難 一會兒刺激你更加會立法 大名當然是 你會輸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這樣才輸 但如果在這裡的時間 進去之後你會用身體 大名的時間是暗中的 我先給身體 是 大名的壓力是否好一點 打 打 打 高一點的手 多一點的身體 出緊 你還走入一步你已經夠 你還走入一步 你還走入一步 好了 打完了 現在就完成了 真大興到自己名 我們會在這個位置入去 由於我們會把身體的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才會走 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身體的位置 在這段法國